从自然天造到用心制造 康伟耀艺提醒您收看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由厚爱集团冠名播出 轩哥 现在都会做 好 辛苦了 亲爱的刘医生 我非常庆幸自己还活着 我感受到做妈妈 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这是经历什么事呀 重逢使者郑峰 接到重逢委托后 决定直奔辽宁省府顺市 但是由于行程上的小乌茶 郑峰并没有在重逢委托人 乔艳艳约定的公司电视见 公司同事说 艳艳现在正在附近的学校 给孩子们上课 并非常热心地 带重逢使者郑峰前往寻找 就是这次吧 我们是帮艳艳姐找一个 他的主治医师刘静如医生 找谁 刘医生 老听艳姐常提起这个 这回你们可是帮艳姐大马的 那就是艳姐那个 教课的 那行 我等他下课的时候再采访他 太棒了 艳艳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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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吉林卫视 好久不见栏目组的 你不来了 看到你给我写的那个 冲锋语托信了 你想找你的主治医师 刘医生是吧 对对对 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帮我找到 那个刘医生 因为他救了我一条命 本栏目由后外红参气血汤冠名播出 人心天皆有不足 唯有后天多爱自己 后爱自己就用后外红参气血汤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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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你还好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 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 好久不见 我是主持人路遥 我手中的这张明信片呢 他的作者曾经陷入过黑暗 也获得过新生 听一听他的明信片 是怎么写的 刘医生 我是您的白血病患者 乔燕燕 还记得我吗 转眼间 我患病将近五年了 这些年的生活 我虽然伴随着一些病苦 却非常庆幸 自己还活着 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 我感受到 做妈妈 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我时常想起您 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让我还拥有一个完整的家 还有几个月 前夫妻就快过了 在我生命中 这个重要的转折期 我真的想念您 好久不见 您还好吗 冲锋委托人 乔燕燕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燕燕 大家好 我叫乔燕燕 来自辽宁古顺 这是我的老公 大家都叫他小强 大家好 我是燕燕的爱人小强 谢谢 燕燕 你跟你老公很恩爱啊 到哪儿都陪着你 对 你们俩结婚几年了 结婚应该是11年结的婚 哦 今年结婚整整 6年了 对对 平常在你们家 谁说了算 您应该有这种眼力啊 那必须是燕燕结 是不是 小强哥 平常在家都听老婆的 对 对 可以这么说 男人听老婆是一种美德 我也听老婆 对 在你的明信片中啊 其实我们知道了 你曾经生过很重的病 对对对 我其实是一名白血病患者 是什么时候确诊的 是在生儿子的前一个月 要不的话还不知道呢 就是我老公到我到医院去产检去 然后到那以后了 就发现那个 我的血相都不正常 家附近的医院都不留我们 说让我们找个大点的医院 去看一看 当时你得知了这个情况吗 我还不知道 我老公也不知道 那个时候 然后我老公就领我到那个 小强的2022医院 到那大医院去以后 然后主任说 他说没事 就是贫血 然后学校晚低 他说可能是怀孕引起的 他说然后你生孩子的时候 到我们医院生就行 其实当时我高兴的我哭了 我感觉我们看我本身 没什么事 然后我们家那边医院 都在吓唬我说 都不敢留我住院 然后这样说过完十五 我们俩准备到想生孩子 五年前的冬天 燕燕和小强 这对普通但幸福的小夫妻 即将迎来他们的家庭新成员 在孩子即将出生前的常规检查中 燕燕出现了看似贫血的症状 几经检查问询 本以为就是一场虚惊 但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一场残酷的命运挑战 已经渐渐地逼近了 这个普通的小家庭 过完春节的初六吧 然后我老公就是看我身上就是 这边有一块瘀青 这边也有 都是每个位置都是对称的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这个身体上怎么总有瘀青呢 我说那也没有事 可能是碰哪儿了 磕哪儿了 他说你磕哪儿 不能是右腿磕完 磕这边又磕左腿啊 这样 然后后期发现什么 我这身上全是小红点 就是出血点 然后他说我们俩先去医院吧 早点去吧 不放心 其实我老公是一个挺细心的人嘛 我就属于是挺大大咧咧那种 我没在意 然后他说不行 我说医生都说过完十五去了 你骗得上去 这样我就在家停了两天出八 就回到医院 我俩去办住院之后 到那儿了就一直在抽血 他那一天抽了二十多管血 基本上两个小时一抽 两个小时一抽 我就感觉不太对劲 后来医生找到我说 你爱人已经被我们医院 确诊为白血病了 你现在必须马上结束 他认真起 因为孩子在他的肚子里 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都可以爆炸 如果爆炸的话 大人和孩子都保不住 但是现在 以你爱人现在的 欢迎单血项来讲的话 你爱人基本是保不住的 所以说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当时告诉我我还记得呢 你准备一百万 也许他只能活半年 而且你面临的头一关就是 手术时 就是泡沫产 因为他那日血项 已经达不到做手术的状态 但是还是必须得做 不做的话 大人孩子都没有了 当时作为一个男人 在那个时候的心情 因为本来是你的儿子 要出生了 然后一方面又得知自己的 深爱的妻子 得了这么重的病 我真的不敢相信 你作为一个家庭的支柱 那个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 当时医生跟我说完话 出去之后我走到厕所 我就对待墙奖 我就坐地下了 当时就 坐滑滑哭 当时就感觉 高好心来生孩子来了 怎么会这样啊 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 不管去想会发生什么 然后医生告诉我 最主要的是准备钱嘛 然后我就 当时用的电话 没有微信什么的 我就启发了一条短信 我就写了 艳艳得了重病 谁也别给我打电话 我现在很需要用钱 小强在这里贵求大家 那个时候吧 我怕炸掉瓶 因为最毛细的小刺 炸完以后 拔出来以后 摁棒个多小时 那个松手以后 那血还往上传 因为那是血小板 正常人是十万到三十万 我那个时候就剩两千了 血小板 必须得马上这个 炮红柴手术 要么对话 孩子有危险 我有危险 那个时候他就说 是不是有机会选孩子和大人 他说没有机会选 孩子是安全的 大人就是一刀拿入的小伙 就是大人放弃 面对近乎死刑般的判决 小强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里 做出了两个决定 第一绝不放弃救治妻子 第二绝对不能让妻子知道自己真实的病情 虽然如今的燕燕能够平静 甚至略带轻松的讲述当时的紧张状况 但这一切都是风平浪静之后 小强给他的转述 其实从那一刻起 小强已经独自踏上了长达40天的生死角逐 他当时的血相来讲 刚才他也说了 就拔个针都止不住血 在那种情况下做抛工产 基本上大人是活不了的 而且他最害怕的就是出血 当时孩子在他肚子里面 随时随地都会出血 只到这一出血 大人孩子都保不住 其实小强心理是清楚的 对对 医生不是吓吓你的 白血并不是随便说的 对对对 就是告诉他孩子拿出去 小伙大人你就放弃吧 你如果不听我的话 到最后你就是人才两空 你不像说别人家有多少钱 我就用钱 或者是都换不来他生命 这个跟钱现在都已经不发了关系 圈了很长时间 他说我不可能放弃 就那样 过了三天 就是大年十三的时候 他就推进我往首次走 但是远远往往去很多人 四十多人 四十多人当时我想了 我说至于吗生个孩子 什么人呢 就是我的亲朋好友都来了 其实当时我不知道啊 我就想这几个生孩子 如果在我们府顺 也就是我几个朋友来 我的家人 但是没想到就很多人 然后他们都说 燕燕加油 你是最棒的 都在鼓励我 然后他推我往手术室走 那个门刚一关上的时候 他喊了我一声 燕燕我一回头 他说加油 给我来个大拇指 手术门关了以后 后期他就跑在那个楼梯口那 就躺在那 就是已经站不起来了 躺在那 每个朋友 后期他跟我学 每个朋友都过来给他演 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劝他 都知道是 最后我得知 就是所有的人 都是来看我最后一演的 我当时推着他 往手术室走的时候 我不敢往前脉布 我推到他 到手术室门口的时候 我两个手死死地抓住 那个罗姨德瓣 我不敢松手 因为我知道 我一旦松手了 我很容易就 再看不见他了 就当时我对他 举大拇指指的时候 我脸是笑的 但是其实 当时的泪水是耍耍我一下的 对 而且你心肯定在滴血 男人在坚强 面对着这样的生理死别的时候 怎么坚强 面对生理死别的无可奈何 小强只能选择祈祷 选择相信命运可能的奇迹 也许那时的他 大闹只是一片空白 巨大的心理压力 让他感觉喘息都是一种焦灼 可是就在这一刻 更大的风浪 滔天而来 3.15进的手术室 3.45我儿子出生了 半个小时孩子都出生了 然后大概过了十多分钟 医生喊我签字 大触血 血崩 而且是特别急的那种 当时主任出来喊我的时候 就喊燕燕的爱人 燕燕家族 他让我签字 他直接 当时医生跟我说话的时候 他戴着口罩嘛 眼圈 他的眼圈都红了 他昨天 燕燕大触血了 而且特别急 毕竟学崩了 用你们 就是医学生来讲的话 何必说多少科 多少细细 你不懂 但是用你们 普通百姓话来讲的话 就是现在已经躺出去 好几斤的血了 必须马上进行二次手术 二次手术就是 打开死后 找到出血点 哪儿出血 切哪儿 当时我 他让我签字的时候 我就 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我就抓着笔 就摁着那个本 我就什么也想不出来 一个字我都不会写 然后我家里面就喊 小强你就写同意 你就写同意 然后主任说得 我说一句你写一句 进去抢牛腾五多小时 最后子宫摘除了 才把他拉回来 孩子顺利健康地出生了 燕燕也暂时保住了性命 但是生死献上的挣扎 才刚刚开始 此时昏迷不醒的燕燕全人不知 一张张病危通知书的到来 就如同千斑魔掌 撕扯着已经千疮百孔的 丈夫小强 而这一刻 一双手用力地拉住了 近乎已经被厄运吞噬的 这个年轻的家庭 下手术之后 他在那个副产科的 中等见户待了三天 因为当时是属于是 输进去多少血 躺出来多少血 还一直属于昏迷状态 然后我清楚地记得 刘医生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刘医生 刘医生来了之后 他说来给燕燕做检查 然后要给他做骨穿 做骨穿凑骨髓吗 做穿刺 我当时我就问刘医生一句话 我说刘医生 你这个穿刺对他有什么危险吗 因为当时他一直都在流血 两边的流管 那葫芦里面一直都 肚子里面 腹腔里面的血 一直在晚上躺 就那种状态 我感觉我不懂 我怕他穿刺 跟他生命有危险 然后刘医生就跟我说 你放心吧 没有生命危险 我会给他做得很好的 然后我是第一次看见刘医生 给他做了穿刺 刘医生走到 做完穿刺 走到电梯门的时候 我给他跳停了 我说刘医生 我说得白血病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当时不懂 然后刘医生就说 得了白血病 就相当于一个人怕了死刑 如果你要是有钱的话 就属于是晚期之刑 晚期之刑 因为当时没定型号嘛 后来冲完骨髓之后 刘医生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告诉我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那个 我当时特别高兴 我还以为不忍了 不忍了 肯定不是白血病 那个时候 到了学科 刘医生告诉我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虽然说年人得的是白血病 但是他只要给我 他挺过前期的15天 我基本上能把他自愈 当时就这么给我打了保票 大夫不会轻易地给病人家属 一个这样明确的承诺 这一句话 可能会让小强有 就是无限的力量 充满了信心 是这样吧 所以说大夫他可以不说的 万一如果真的出现了 意外的状况没治好呢 对 所以我觉得最让我出动的是 这个刘医生的 他这个责任感 和他对家属的这份同理心 让我特别动容 我是从他 知道他得白血病 一直到刘医生跟我说这话 大概有七天的时间吧 中间又经历了他手术 我应该说是那些天 都不知道外面是白天是黑天 我走道都得靠着墙边走 因为那些天我都记不住 我上一顿吃饭是什么时间 根本就吃不下去吧 而且就 走道我就得靠着墙一点往前蹭 所有的朋友看见我 就是往我嘴里头颠 就脑子里面就 江湖一样不知道在想什么 一天就广邪的哎呀 他怎么能这样怎么 就一直在想那个 但是那天接到刘医生的电话 而且这么跟我说完话之后 我从那个还在办公室门的时候 我感觉我老清晰了 深情如愿走道 血液科刘医生的出现 意味着燕燕新的治疗开始了 在了解她 燕燕是个典型的热心肠 急性子的女孩后 刘医生决定帮助小强 继续对燕燕的病情进行隐瞒 那我想知道 小强你当时是怎么跟医生商量的 要把燕燕瞒着这件事 她性格这么急 如果要是知道的话 她肯定不配合治疗 如果她要知道自己花这么多钱 救她命的话 她肯定不配合 然后我就跟医生说 我说刘医生 我说你也看到燕燕的脾气了 她的性格那么急 我说让她知道的话 她不能配合治疗 然后我就找到说我得护士 她护士说 我说一定别给我说漏了 一定要保证就是这个期间 别让她有任何风吹吵动 因为刘医生说了 头15天是最难熬的 也就是说刘医生完全配合你 对 你的这些要求她全部满足 对 刘医生 你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能理解一个病人的 这样的一种心情 你对小强发脾气 你会对刘医生发脾气吗 对刘医生发脾气 对 就是 生就是哪疼的时候 一包包一给我回药 他一问我 燕燕哪 怎么特别温柔 然后 哎呀 就是疼 也就是特别不耐烦的那种 也就是说 刘医生是用非常好的态度 来安慰你 我非常不耐烦的不耐 就像你母亲一样 我非常不耐烦的不耐烦 然后你呢 非常反感 因为非常反超 哎 疼呗 就是疼 你对她发脾气 她有生气吗 她还说 疼是正常的 等刀口长好了以后 身上的管全撤掉了 咱就不疼了 你得想想 对不对 咱得坚强 得活下来 回家等着抱儿子 疼了 咱坚强坚强 然后一会儿 让那个护士给你 扎一阵子疼药 然后 我就这样 她就像哄小孩一样哄你 是吗 每天都这样 刘医生早晨起来 到瓣上 第一件事 白大褂穿完以后 没等查房呢 正常的医生是在办公室 他是哄了 穿完白大褂 第一时间进到房间里 叶叶怎么样啊 今天 还行吗 疼 咱们能不能说不疼 坚强 性格这么好 唱会儿歌 唱唱歌 跟护士聊聊天 这样 然后坚强 走了 回混白大褂 然后再查房那时候 还是这样 就是每天 你得要活着 特别耐心 就是那样 而且她特别关照你 因为我们知道 像这样的专家医生 她每天可能查房一次 到你这里也就两三分钟 因为她太多病人了 对对对 但是你这里 她真的是特殊关照你 因为她知道你的情况也有错 对对对 我天天就感觉 刘医生在医院 我心里面就特踏实 因为我住院嘛 她只要是不在班的时候 我就有点手忙脚乱的 而且就 只要是刘医生在医院 我就什么事都不害怕 而且我属于是 可能是特别担心她吧 我每天早上 刘医生只要是查完房 只要回到办公室 我肯定去敲门去问她 艳艳今天怎么样 她的血像怎么样 刘医生每回 从来没嫌我烦过 而且每一回都会把 写了自己打开 看她的血像 一天一天跟我对比 在晚上上 我认为难能可贵的是刘医生 你作为一个病人家属 你这么每天都要去打扰她 每天因为你的心情 她是能够理解的 但是她每次都是非常耐心地和你解释 对对对 每次都是 特别刘医生执夜班的时候 我们俩是最喜欢刘医生执夜班 就扶着我 我们俩上办公室敲门以后 刘医生在那儿 艳艳 快来请坐那样 然后我就开始了 不停地问刘医生 为什么抛工产我在这儿得 为什么是夜客住院呢 因为你血小板低啊 我说那我什么时候回家 血小板上来我就回家 你看看你每天检查的结果 是不是一点一点的生 别着急 无论你问多少的问题 那么就是现在我想起来 回想起来 就是废话 她都没有一句就是说 哎呀 行了 行了 就没有过 一回都没有 在刘医生的用心治疗下 加之小强的细心照料 艳艳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并且逐渐好转 在入院四十天后 艳艳的第一阶段治疗结束了 但是新的问题摆在了丈夫小强的面前 因为艳艳还要接受更多次的治疗和检查 这时候艳艳必须知道自己真实的病情了 白血病这个噩耗是瞒不住了 无奈小强只能再一次求助刘医生 就是四十多年以后我就是出院嘛 第二天出院当天晚上我特别高兴 其实当天晚上他就不高兴了 其实他就 刘医生当天晚上值夜班 我第二天回家出院 他就有很长时间没在病房里 我就洗洗洗洗洗洗手是动机 唱歌坑着小曲我就高兴得不行了 然后他就不在我病房待着了 其实那个时候他就是跟刘医生在办公室聊呢 怎么样去告诉我 因为我面临着在这待完以后 回家待二十八天 我还要返回医院化疗 如果不告诉他 我怎么告诉他二十八天以后 还回医院干什么 就是瞒不住了嘛 然后他俩怎么合计的我都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我在那床上躺着 然后很多人朋友都来接我出院 我们俩在病房里头有说有笑的 然后我在那床上坐着 刘医生寄来了 那就是瞎早上他应该是八点 就是查完房子他就可以回家了 他都等到十点半十一点了 他还没走 就想跟我说这事儿 其实他也难开口 寄来了就说 燕燕恭喜你今天要出院了 我说是刘医生 回家抱着大儿了是不 就是开玩笑吗 我说对 想了想 燕燕其实对不起 我们对你的病情稍微有了一些隐瞒 我当时隐瞒 我就是 心其实就是已经提到这儿了 我就看着他 他说 其实您得的是白血病 他在后面再说什么的时候 我就 哼就倒在床上了 他再说什么 我只能看到刘医生嘴在那儿动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了 我当时的脑子就是出现绝望 生气 好 我可以看到他 我实际上 我听到现在这个人 自然是有点 那我不信心 我拍电话 我认识 都拍电话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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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面》 她回来的更受不了 就说那个时候我别的没说 我骂完她以后我牵着她手我就说走回家 这一道上我都在哭 我就感觉到我完了 我彻彻底下了 我不理解白雪冰是什么事 但是我看电视 我总看说白雪冰 我感觉到白雪冰 我看完以后没有能活着的 我到家以后进了屋以后 我看到我儿子抱起我儿子 我就开始哭 我那个时候我就说 儿子你必须健康地活下去 因为你差一点就没有妈妈了 我都能不能等到我儿子 喊我妈妈那天 我抱着我儿子哭的时候 我抱着我儿子哭的时候 其实我脑子里当时就想什么呢 有生意来可能是 我必须得好好地活着 要不的话 我儿子是不是没有妈妈了 他过来了他说 别想太多 咱们就是往下治 不就是遭点罪吗 你一定会好的 刘医生不告诉你 你一定会好的 赵军 有些 Vaidya 曾经 唯有一点咽咽 你不要去埋怨他们 这不是欺骗 他们是共同编织了一个 美丽的善良的谎言 你看 他完全可以叫护士 或者你丈夫来告知 但是他非常有责任 正常他说了 他说就是正常 他如果下班的话 就查了忙以后 他下班走了回家就可以了 剩下的事你们要除院 到号你们就来化联 我就给你们化联 如果你不来的话 跟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对对对 当时看到儿子 我想好好的活着 然后一想起刘医生为我 真的作为一个医生来说 他能为我 那么关心我 其实刘医生为我付出挺多的 当时我就想了我 后期的化疗 包括治疗当中 无论多苦多疼 我都能咬牙见证下来 在听过艳艳一家 和刘医生的故事后 以言辞激烈 前卫敏捷著称的 重逢见证嘉宾于博洪先生 提出了一个很多人想问 却又不好意思开口的敏感问题 我问一句不该问的 因为刘医生也不在场 你们给他红包吗 说实话 给了 给了 但是刘医生 在外面自己就告诉我 我从于这么多年 我一次红包 我都没守过 希望你别让我 破了我这个记录 退休之前 他说了 你们俩这个心意我领了 是不是感到我不收这红包 我也会依然那么对你好 不是因为我收完红包了 我会特殊地照顾你 他说跟红包没有关系 我们之间就是 我对就是病人 跟红包就是不发生 跟钱不发生关系 我们俩就那么适乐 我说你要不拿 我心里不舒服 刘医生 我希望你能够 被打破我这个 你跟他是非亲非故 其实从艳艳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 我们看出 现在的医患关系 有时候是被我们妖魔化 对 你看就像这样的一个 教授级的专家级的医生 他能够这样地 对待自己的病人 而且你给他的红包 是表达你的感谢 他是以不能破他规矩拒绝 也没有让你的面子下去 他只告诉你 你不要破我的规矩 而并不是说 断然说我不要 所以这个医生 我认为内心真的是 是非常非常善良 而且非常有责任的一个医生 当时刘医生 把红包揣在我老公兜里的时候 拍拍他肩膀说 强 这个钱留着给艳艳治病 如果艳艳病好了 是我给我最大的回报 如果万一找到刘医生 除了感恩 你是不是还应该 和他说对不起 应该说说声对不起 因为那么爱我 其实我认为 我现在想起来 我点儿是挺正的一个人 能遇到一个这样好的医生 这么爱我 然后这么用心地去给我治疗 包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 那么关爱我 我还能 我有时候我还跟他发脾气 真的 要么有时候 我现在一想起来 我挺对不起刘医生 就是我看过很多医生和护士 我认为刘医生 在我心目当中 是最牛的白衣天使 太牛了他 你怎么说 我们也很渴望你见到刘医生 其实不但是白衣天使 我们古人说得好 这就是一者人心 其实他表达的这一切 他知道除了给你看病以外 他更 你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这些安慰 每三个月或者是半年去做一回古船 现在也是每半年 或者是一年还有三个月就是去一回 现在情况多好 现在还有两回古船 经过了漫长的治疗 燕燕即将走出医学上的潜伏期 在临近新生活节点到来之前 燕燕和小强想要再见一见 当年把他们全家从厄运中拯救出来的刘医生 他们想说一声谢谢 他们也更想得到刘医生的祝福和鼓励 毕竟这双手带着他们走过了太多太多的艰难险阻 内心的依赖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 燕燕还剩几个月 就那要知道一个未知的结果了 虽然这几个月很短暂 但是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会觉得很煎熬 太长了时间 我感觉过得太慢了 那如果在这段煎熬的时间里 见到刘医生对你们会不会有特别的意义 意义太多了 首先他肯定要告诉我 我如果能见到他会告诉我 放心吧 你没事的 其实别人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谢谢 是这样 但是刘医生要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 我会对我自己更有信心 我就感觉我确实没事了 所以你更需要找到他了 因为这在潜伏期就说的前的两个月 刘医生能够再给他一次鼓励 那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对 对 燕燕是很幸运的 有一个好儿子 好丈夫 又遇上了个好医生 所以我也明白他们为什么 在刘医生退休以后 更加想念刘医生 想找到刘医生的这一个心情 对 燕燕这几年没有见到刘医生 你打听过他的消息 我就知道他退休了 因为我去坐鼓船那时候 就知道他退休了 就知道他退休了 近二年多去做复查 一直没看见过刘医生 现在想就感觉 亏欠得特别多 没当面的去好好谢谢他 两年了没见过他 两年没见过刘医生 如果见到他 想跟他说些什么 其实我有挺多话想对他说 但是我怕我见到他的时候 我又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其实我今天来 来这个好久不见这个节目 其实心里也挺矛盾的 我想见到他 但是我还害怕见到他 特别矛盾那种 你说脾气那么不好 对我那么温柔 那么照顾我 给了我那么多的爱 我一早就 哎呀 就是特别不耐烦的 就是我感觉我一 他见到他以后 我就感觉心里头 不好意思 你放心 刘医生如果今天能来 他一定能够理解你 因为你是他的病人 你是生病了 我感觉是什么 他不能来 因为第一我跟他说了 我说应该是不能来 他说为什么呀 我说第一是 他退休了 他休息 在一个那个时候 我到医院问了 医院是说 如果您是病人嘛 您有什么事 跟我们医院联系的 就是说 您的刘医生已经退休了 是不能再采取医院的什么事 您得问我们医院 现在那个在医院工作的医生 我想联系他的时候就是 那接受到你的冲锋委托之后呢 我们的冲锋使者 风铃兄弟也帮你去找了 我们来看一看 他们的寻找短片 根据我们委托人乔艳艳提供的线索 我们现在来到了刘静茹工作的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2医院 现在我们就进到医院里面 找一下刘静茹医生 接到乔艳艳的重逢委托之后 整风立刻动身赶往 艳艳接受治疗的医院进行寻找 和治疗百血病有关 您是艳可 这在哪一棵 那个是三楼那棵 是艳可 三楼那棵是艳可 是艳可 对 她说三楼 三楼后面有电梯 三楼 你好 你好 我问你一下 咱们这个科室 有没有一个叫刘静茹的医生 我是尿尿大门 麻烦你看一下 那好 谢谢啊 我想问一下 咱们科室有没有一个叫 刘静茹的医生 有 但是她退休了 已经不在这儿了 她退休了 那退休多久了 退休有半年了吧 由于刘静茹医生 已在半年前退休 护士并不了解她的详细情况 不过 护士建议正风 去血液科主任那里 寻找更多的线索 主任你好 你好主任 我是吉兵电视台 好久不见了 莫主任 你好你好你好 我想问一下咱们血液科 一个叫刘静茹的医生 刚才听前台的护士说 她已经退休半年多了是吗 对 退休了 她已经不上班 有几个月了 您有她的家庭住址 或者联系方式什么呢 联系方式有住址 回头我给你找找我看看 电话这儿有记一下 好好好 然后她住的实际离我们这不太远 在那个南无马路建大 但是比如说这儿就是南无马路 然后这边是胜利大街 我们从血液科主任那里 得到刘静茹医生的家庭住址 还有联系方式 现在呢我们就边给刘静茹医生打电话 边往他家的方向走 您拨打的客户暂时无法接通 直接把刘静茹医生打电话 郑峰多次拨打刘静茹医生的电话 可始终都无法接通 郑峰决定直接赶往刘静茹医生的家里 去捧捧运气 那个大叔啊 说我问一下 这个小区有没有一个叫刘静茹的医生 那可不知道 那不知道 这个小区就是移动楼吗 对 根据血液科主任提供的线索 我们来到了东大智慧家园小区 我们进到小区里面找一找刘静茹医生 有人吗 燕燕 假如说 今天刘大夫刘医生能够来到现场 你有什么话是最想跟他说的 我想对刘医生说 对不起 在化疗的时间里 我总爱跟你发脾气 还有的就是 刘医生 感谢你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想你 我想见到你 那今天刘大夫到底能不能来到现场呢 时光流逝 真情永在 让我们静静等待 时光之门的开启 感觉到我完了 我彻彻底底的完了 我感觉到白雪冰我看完以后没有用 我真的 再想起来我点是挺正的一个人 能遇到一个这样好的一生 这么爱我 就像我的家人一样那么关爱我 我可能会也讨论这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谢谢你 刘医生 谢谢你 刘医生 能遇到一个这样好的医生 这么爱我 然后这么用心地去给我治疗 谢谢你的善良 为我烧来了吉祥 我要怀着感恩的心 我认为刘宇正在我心脏 是距离流的白痴 像生命枝树一样 那样壮壮 结束最没远落 但真的太高兴了 太好了 我有点激动 好久不见 稍后继续 厚爱集团邀您收看 好久不见 刘医生你还记得艳艳吗 肯定是忘不了 因为我工作二十多年吧 管过的病人也是无数了 但是艳艳这个 我肯定到什么时候 我也忘不了 为什么 我记得艳艳当时是十月怀胎 她是怀着一种喜悦 就是要拥有幸福的那种心情 去到我们产和住院的 但是入院之后 查雪常规就发现了异常 但是当时我们骨川疾病很快就出来了 诊断的是白血病 所以现在我 后来我就是一次给这个 跟小强说了这个事 这基本就是 有时候这个白血病实际就血癌 当我们跟患者说 这个交代这个事呢 有可能意味着就是 你确诊了这个病就是 死刑就已经定了 就是缓期执行 这是很残酷的事 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 心里会不会很有压力 或者很难过 怎么说呢就是 这个事是很残酷的 但是医生还不得不去做这个事 因为这燕燕可以说是当时受了 她不仅仅得了白血病这个打击 她还是刚生完小孩 她还是抛工产手术之后的 她是多重打击的患者 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什么 就是燕燕不理我 知道吧 就是这个最深的印象 我也不会 这绝对不会 因为我就是 这个作为一个医生嘛 因为她患者遭受这个疾病 这个打击吧 她那种痛苦 另外她是一个母亲 孩子呢就是刚刚来到人世 她还没来得及抱一下 就和她分开了 她呢就得到我们科去经历 这个接受这个病魔的考验 所以我非常了解她 理解这种心情 其实刘医生又说出了一个 我们社会所渴望的 我们这样的一种医患关系 和医疗状态 作为医生 她用精湛的医术 给他们治疗 但除此以外 他们更需要是你 对他们的精神安慰 和人们关怀 但是从刘医生身上 她全部做到了 燕燕当时是一直 对你是比较敌视的状态 敌视的状态 但是我记得好像 大概有两周还是十天的时间 燕燕开始跟我说话了 燕燕记得当时的情况吧 一开始不想跟刘医生说话 到后来慢慢接受她 因为她是给我做骨穿的一声 疼 我都说不行了 疼了 不行了 然后还得穿那声 我就气得都不行不行的了 后期的时候 就是一做骨穿 必须得刘医生给我做 刘医生刚才我们听到 因为燕燕的那个潜伏期 五年还有两个月 用她的话是潜伏期 实际她这个病五年之内 她也随时有浮发的这种可能 那可能这个病一浮发 那就是治疗再治疗效果 有可能就不像一开始那样了 有可能的结局是非常非常差的 但是还有两个月 对 两个月她满五年 五年过去她这个 就长期生存的几率就更大了 应该说希望还是很大的 对 希望还是很大的 所以我觉得燕燕总是说 就是什么记住我呀 就是对我很感恩 实际我觉得我做这些工作吧 都是我们医生工作和指责范围内的 但是我觉得燕燕呢 其实更该感谢和感恩的是她自己 还有跟她就是共患难的她的丈夫 刘医生虽然和燕燕有两年没见了 其实你也一直关注着她 我一直关注着她 其实有时候我就是 她可能是也不爱见我 另外也不爱到那医院去服查 这种心情我也理解 太怕了 但是呢还是李确燕燕这次查之后 马上回医院去把这个服查做了 这样我们就都放心了 都放心那就更好的 更美好的生活在咱们等待着咱们 刘医生一直很关心你的健康的情况 你看在现场今天见到你 还催着你赶紧去服查了 我感觉到在小强 燕燕和刘大夫三个人中间 有一种爱在循环 他们给予对方爱 然后同时在对方身上又得到爱 这个爱形成了一种温暖的良性循环 我觉得有这个爱的力量支撑 两个月的最后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一定会有好消息到来 一定会有奇迹 我相信是这样 谢谢老师 后爱集团提醒您 好久不见 稍后继续 后爱集团邀您收看好久不见 本栏目由后爱红参气血汤冠名播出 人心天皆有不足 唯有后天多爱自己 后爱自己就用后爱红参气血汤 是否你会时常想起那些老友故人 是否你还惦记着向恩人说声感谢 是否曾经的误会至今没有机会解开 吉林卫视情感分享互动成长节目 好久不见 轻听动人往事 见证久别重逢 后爱集团提醒您 好久不见 稍后继续 后爱集团邀您收看好久不见 请听动人故事 见证久别重逢 如果您也有想要找到的人 欢迎给我们寄出一张属于你的时光明信片 你可以在新郎微博中搜索吉林卫视好久不见 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 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官方平台 在我要委托一栏中 填写您的重逢委托申请 您还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 043185818307 欢迎找到我们说出你的故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